Hello 大家好 我是Elly 今天带你来看楼 那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是这个有地住宅 那这个有地住宅这个花园是在Cherras Cherras Lended Property 全新的 就叫做Residency 如果你知道康乐花小二夏的话 那你一定知道这个花园的位置 因为康乐花小二夏 就距离我们这个花园550米而已 走路都可以到的哈 那你如果是不知道的话 可能你要找这个地方叫做Banda Damai Perdana 首都镇 首都镇这个城市呢 它就是位于Alam Damai的旁边 Conot Lansing Alam Damai 还有我们首都镇 基本上就是连着一起一去这样子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的周边都是成熟的住宅区 还有商业区 那如果你是住这里的话 你要去吃东西啊 买东西啊 都很方便的 这个花园哦 你走出去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商业店铺 在外面你要找Clinic啊 或者是找吃的 找药材店 一般上传统华人需要用到的东西都有 然后呢 我们Alam Damai有巴萨 附近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学校 只有康乐二校 还有中学啦 国中啦 还有就是UCSI 所有的这些呢 都是驾车的话哦 从这个花园驾车的话 十分钟里面就可以到达的 至于出入的那一方面呢 如果你驾车的话 最靠近的highway有这个 Charras Kajang Highway 从船长那个方向去到Charras Charras Kajang过后呢 就Jalan Charras 直直走着去就到吉隆坡 从这里去到Kale City 大概是30分钟的距离 那还有一些highway 也就是即将要骑好的这个SUKE Highway SUKE Highway 你可以去到Sweepetaling Hulu Clang 还有Ambang 那还有就是这个SUPE Highway 如果你在SUPE Highway的话 你就可以去到The Mines 顺便补充一下 这边去The Mines 还有这个Ion Terras 也是非常的靠近 驾车的话 10到15分钟里面 你就可以到达了 那还有就是一般 Teras人都会去的 Eco Terras 还有Ledger Mall 从这里去到 那个这两个shopping mall的话 大概是20分钟里面 非常的这个靠近 除了shopping mall以外 我们这里呢 最靠近的就是医道中心的 就是这个Columbia Asia Hospital Columbia Asia Hospital Columbia Asia Hospital 来这里呢 就是5个km左右 也是10分钟里面可以到达的 还有就靠近的就是MRT站 BANATUHIS ON站 TAMAN MRT CONOC 还有基本上如果你要驾车的话 其中一个MRT 10分钟左右 基本上呢 我们就好像住在这个住宅区的这个中心点 你所需要的生活上的方便性 学校啊 shopping mall hypermarket passard 店铺啊 银行啊等等等等的 都是5到10分钟里面可以到达的 这个花园呢非常的漂亮 它总面积有5个Eco 5个Eco呢 我们只有62间 非常的低密度 那这62间呢 全部都是这个 连牌 我们叫连牌 就是terrace house 这个花园呢 它是属于strata title的 它是有一个proper的这个围泥 gated and garden 就是一般上我们现在有地住宅啦 都是prefer要有的这个保安的措施 而还有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那个公寓设施 等一下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还有呢就是有管理程序管理 那么外观呢 也会被保持抑制的这个形象 你不可以讲说 我是这间的屋主哦 我要把它有黄色 另外一间就有青色这样子 是不行的 ok 所以全部都是要保持抑制这个颜色 那长久下去呢 你的这整个花园 所有的房屋 它都会保持那个很好看的这个外观 这个就是strata title的好处 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 我们去看房啦 Let's go 在我们还没有进去屋子之前呢 我们先看看我们有什么facilities 所以在我旁边的这一片呢 青青色的这个草场 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园 ok 所以在这里我们有这个jogging track 还有就是这个children play area 还有我后面这一边还有一个barbecue area 那你可以叫朋友啊 来这边做这个barbecue party 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的示范单位 so你可以看见我们三层的这个联牌 ok Terrace house so你看一二三 so在这里呢这一层呢就是我们的这个car porch area 那么当然car porch的前面那边就是那个我们的入门处啦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是没有那个铁门的 so called那个auto gate是没有的 因为在这里呢我们是gateless gateless就是open concept so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设计呢也是非常的这个modern modern现代化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进去了我们终于可以进去了 ok hello so你看我们这边大门一打开 ok so这一层呢就是好像来一个reception area 迎客处 你可以在这边摆放一点的这个装饰品 ok 要放一个椅子也可以啦 ok so在这里呢我们这里有一间房 这个你可以做长辈房 一般上如果是有长辈 就是一个星期有来睡一两晚了 或者是一个月来一两次的 这一个是一个长辈房 又或者是客房 尤其是长辈啊 最喜欢看我儿子寄点回来 ok so在这里是看着外面的 我们的长辈房隔壁的这里呢 我们就有一个utility area 你可以做啊 晒衣服 洗衣服 烫衣服 放烧把啊 吸尘机啊 有没有 因为我时常做家务啊 所以我一下子就想到很多这种东西 ok 那还有这里有一个厕所 有一个厕所 就变成你的客人又或者是你的长辈呢 他们要上厕所冲凉之类的 可以在这里 对于一些人来说呢 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一间房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把这一幅墙敲掉 你敲掉了这一幅墙呢 基本上这一边就是一个 一整层的这个空间 so如果你可以做啊 你可以做你的工作间啊 又或者是啊 小孩子的这个study area啊都可以 so在楼梯的这里哦 你看到这边有一个窗口的 我们这个连排的设计呢 非常的独特 因为我们的这个 这边有一个opening 就是听讲的 Airwell so就变成 你的楼梯这一边的空间呢 也是有这个光线进来的 而同时呢 这个位置呢 其实就是在于你刚才那个 Utility area 可以走出来的 好 so 上衣服啊 或者是种一些花草树木这样子 ok 那么你经过楼梯 也可以看见你自己栽种的这个 花草树木 好啦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楼客厅位置 你看我们的空间 ok so 跟大家补充一下 这一间屋子呢 我们的扩度是22尺的 22尺 我们有两个款 如果是中间单位的话 它是22尺的 那么如果是旁边的话呢 就是corner或者是endlot的话 我们是24尺的 因为我们的客厅呢 是在一楼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我们是好像类似这一个 condo这样子的这一个感觉 因为呢 你看 其实这间屋子哦 最漂亮的地方就在于客厅 它可以看出去外面 如果是一般排屋的话啦 你的客厅看出去 就是你的车 看车 ok 那么这个是在一楼 所以你看出去呢 就是你的露台 还有就是外面的这个风景 这个玻璃的资料真的很好的我跟你讲 因为呢很重 ok 我把门打开了 ok so你的客厅可以看出来这个露台 然后呢就是外面的这个风景 非常的漂亮 还有呢就是很relax ok so同样的咯 也是在这边看风景 吹风 我本身呢我是非常喜欢有露台的 因为 如果你把你的露台 是种一些花草树木啊 对不对 然后放一些那种 噴水池之类的东西啦 其实可以把你整个客厅 立刻变成一个好像 resort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很relax的那种感觉 ok so 室内 室外 它基本上你把这个门打开过后呢 它就是一个地方来的 一个space来的 ok so基本上呢你整个视觉的空间 或者是你可以用的空间 基本上就是很大咯 就加大了 extended 在我们客厅旁边这里呢 有没有留意到这一个 在进来这里我们有这个powder room 如果你有客人来到的话 so 想要做什么啊 洗手啊之类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powder room 然后在客厅旁边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dining hall so 因为这一间是脚头间的关系 所以你在这里呢 这个dining hall的旁边呢 我们还有一个小路台 然后这个路台也不小哦 如果你买的是脚头间单位的话 你看整个路台 如果你在这边吃饭 晚餐早餐 你把这个sliding door打开 那这里呢也会有很好的风进来 很好的风 自然风 so来 你过来看我们的厨房 so我们这个厨房呢 不大 也不小 这个设计师呢也非常的有创业 so在这边做一个partition 起来 基本上呢他就把这个客厅 dining area 就跟这个厨房呢就隔开来了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做这个breakfast table 就两个人的然后要快快吃饭 就快散的那种 主板位置呢它是比较长型的这个l shape 对于现代人来说啦我觉得是非常的足够啦 ok 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storage area 20个门嘞 我觉得你可以存放很多东西了 哈 然后呢 这边是主食的位置 那么我们主食的位置这里呢 你看这位也是有这个窗口 我需要把它打开 因为刚才到时候有跟大家讲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air rail 然后你的这个厨房位置呢也是因为这个air rail呢 有自然的光线 还有通用进来的 主食的位置 然后备菜啊 放东西啊 ok 这边洗啊这样子 哈 然后这边呢 因为脚头筋的关系 我们还有多一个窗口 那在这里可以做一些摆设 然后放你的这个干粮之类的 ok 上来这一层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房间位置啦 我们在这里的房屋呢 有两个款式 其中一个款式呢是 这一层有两间房的 那我们的房是非常的大间别 另外一个款式呢 就是有三间房的 就有三个standard room 然后我们的房间的这个地板呢 都是采用这个laminate wood的 ok 入制的 一般上就是给人家一个温暖的感觉 因为现在我们在房间了嘛 那这个位置呢就是客厅的上面 我们主人房也是在这个位置 so 哇 这个主人房非常的这个 很宽敞 看到吗 我们的这个房间好像景点 so 在这里床的位置 然后呢 前面这里呢 我们还有一个位置 就好像你的一个小客厅这样子哦 这边可以放sofa sofa的前面这里呢 放你的TV 你TV ok so 基本上就好像一个studio这样子的 客厅 床 然后旁边呢还有这个公园 就是你的这个露台啦 你的主人房有四人的这个露台 好 同样的你也可以把它打开 享受这个自然的光线 还有空气 新鲜的口服 在这个露台的旁边呢 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我们现代人哦 都有花很多时间在手机上 基本上一个很舒服的位置 ok 慢慢的看手机信息啊之类的 也是蛮重要的 so在这边呢 就是我们这个很多女生都很喜欢的 通常就是我们这个walking wardrobe 我们的walking wardrobe也是蛮 spacious的 蛮宽敞的 你可以放很多的这个衣服 有女的放完你的 ok 老婆 这边是放老婆的 老公的 放这里 就老公的啦 ok 老公老婆可以分开 这个walking wardrobe 不错 嗯 男女分开的 可以放很多东西 然后这边是我们这个dressing table 慢慢的在这里也换 我们的主人浴室呢 采用的这个磚 也是蛮漂亮的 我个人啦 是很喜欢这个颜色的 就浅灰 深灰 用在浴室啦 是非常的适合 因为肮脏 不那么容易看见 啊 还有呢就是 就是modern的这个感觉 然后这边也是有窗口啊 so就变成你的这个浴室呢 如果有那种水气哦 你可以把这个窗口打开 然后这里还有一间房 来进来看 这个款式呢 我们楼上是有两间房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这一间房 还有这个刚才的那个主人房呢 也非常的这个宽敞 那在这一间呢你可以看到 ok 在这一边是我们的这个啊 睡房位置 然后在这里呢 是我们的这个树桌位置 基本上这个树桌位置呢 也是非常的舒服的 因为你也是可以 啊享受这个大自然的环境 这样子的哦 把这个门打开了过后 树桌位置的这个后方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睡房位置啦 然后我们这个partition 这个是一个partition啦 啊 啊 然后呢 我们也把它做成了这个墨桌 你看就是我们的这个批除 这个设计真的很美 床的两边都有很多的这个走动空间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窗口 对 那如果你是中间单位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这个窗口了 这个大家要留意哦 这个房呢 我们也是有自己的浴室的 啊 这个门锁上的话 啊 这个浴室呢 就变成是这一房 这一间房的这个attached bathroom 那厕所的设计也是非常的这个漂亮 因为呢 它很长 同样的这个颜色 也是深灰色地板 然后浅灰色的这个墙壁 还有这个台面 如果 你就好像这个示范打位这样子 放这么长的一个镜子的话 so 基本上这个浴室哦 那个空间感还有那个高贵的感觉啦 立刻就有了 然后这个呢 也是有自己的这个窗口的 如果你是在找着landed properties的话 基本上呢 我觉得有很多的选择 因为在吉隆坡呢 发展上已经没有先进这个有地 住宅区花园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讲说啊 有找到 那价钱也肯定不便宜的 肯定就是百多万或以上 那如果你讲说啊 我找旧的 二手的那些呢 旧的哦 一般上可能人家住了十年或以上 那可能你就需要拿出一笔现金 去做这个装修 还有就是 二手买卖程序的那个手续费 今天我带大家看的这个呢 是全新的 发展商呢 我们是2020年去年 刚刚建好交锁时的 我们是先建好后售 所以在这里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第一 立刻可以搬进来 然后第二 这里是全新的 然后它就是啊 发展商单位 你也不需要拿太多的这个头旗出来 还有就是啊 你也不需要做装修啊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新的 如果价位来讲呢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这个 价格大概是百万左右 看你选的是中间的单位 还是这个 脚头间 或者是 然后呢 我们的view up area 是2800房车 2800多房车 所以你可以幻想一下 你的这个 Live in area 是非常的这个宽敞的 所以好啦 我希望大家喜欢 我今天为你介绍的工作 Park Residency 那你如果想要过来这里参观 我们这个 非常漂亮的这个示范单位 欢迎联络我们的这一个 热线 所以我们的团队呢 会带你过来这里参观 而且我们也会为你准备一份 这里附近的这个 property成交的报告 你更加了解这里附近的这个 价格行情 所以我们又下一条件了 拜拜 哎呀 找不到 OK 放紧 你看 这一片玻璃哦 真的有够大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忘记了再开了 我来过 两次 我来过 啊 OK 是 是